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要为大家带来的字就是联盟的盟 那你或许也听过煞血为盟 古代诸侯之间的关系不是战争就是结盟 因此他们就发展出各种关于盟约的一些繁复的礼节 其中煞血为盟就是非常古老的一种结盟的仪式 因此甲骨文中就已经有盟这个字了 我们看一下 一个杯子里面装着一个东西 那有人认为说盟最早是和流血的血字通用 是一个象形文字 在甲骨文的字形里面我们就可以发现 这个有一点像是在器皿里面滴下一滴血之类的东西 那因为古人认为说血就是我们生命最重要的一部分 他们也深切的知道没有血就没有人 因此发展出许多跟血有关的习俗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定立盟约 那发展到西周经文的时候 盟这个字的上半部注意一下 这个从炯被加上乐改为明这个字 那这个明就是我们现在写的那个明天的明 都是代表盟当时的发音 那到了小传的时候呢 把经文变得比较方正 那它还有另外一种写法 也是用没有乐的那个字 盟的本意有在神明面前发誓结盟的意思 例如盟誓 后来也引申为名词誓曰 也当作因为某种利益而结合的团体 像是盟军同盟国 那在蒙古或是青海地区 盟也被当作行政区域的名称 例如朝乌达盟 接着看到的是基本资料 盟二生盟敏布总共13话 现在一起来写一遍吧 正体跟简体写法相同 汉语拼音是盟 各位亲爱的朋友 你或许也发现了这个盟的诸多的意义呢 都是源于古代国与国之间的立约仪式 立约结盟的目的呢 就是为了要避免战争嘛 还有相互取信或是得到好处之类的 那盟室的过程呢 也渐渐的由我们一开始口头的盟约 慢慢的发展成一个完整的盟室制度 像是古代的四仪跟华夏民族结盟的目的 就是为了要取信 你不打我我就不打你 那这个盟室的制度呢 在不同民族之间的发展是不一样的哦 有的是把酒装在头盖骨 然后一饮而尽 那有的呢 则是在你的手臂上磕出一些血迹 那它各有各的创意啦 那华夏民族呢 也不遑多让 用煞血为盟这种方式哦 那关于煞血为盟的起源呢 目前已经不可考了 但是这句成语的出处 我们可以从史记中看到 在史记《平原于清烈传》中 提到这段故事 当时的秦王率兵攻打其他国家 赵国已深受其害 这个时候赵王派平原军率领随总前往楚国 希望可以说服楚王联合抗秦 而毛岁也是其中一名随纵 他推荐自己这件事情呢 相信大家都知道 那当他们一群人呢 抵达了楚国以后 楚王和赵王就谈了一整个上午 都没有结果 于是毛岁就走入帐中 停着三寸不烂之舌 说服了楚王 但是呢 楚王他光是口头答应还不够哦 毛岁他希望哦 楚王这个可以至少 签个合约之类的东西嘛 那可是那个时候的人 还没有签白纸黑字合约的习惯啊 那该怎么办呢 我们往下看 始祭平原于青烈传 毛岁为楚王之左右曰 取鸡狗马之血来 毛岁奉铜盘而跪尽之楚王曰 王当煞血而定从 赐者无君赐者岁 毛岁呢 他要楚王身边的一些侍者 鸡啊狗跟马的血 滴在铜盘上面 然后呢跪着把铜盘献给楚王 跟他说代王你先请吧 然后呢换平原君 最后呢是我 意思就是说 请楚王跟平原君 煞血为盟的意思 那这个是史书上记载的 某一次的煞血为盟 其中呢 这个煞血就是 在盟会的时候 喝一点像牲畜的血 或者是 含一点在嘴巴里面 以表示诚意 那你知道后来喝血这种事情呢 实在是有很多人 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哦 所以呢就意思意思就改了 改成呢在嘴唇上面 抹一点点牲畜的血 还有一些人呢 还会割自己的肉 然后滴出血来再喝血酒 表示信守誓言哦 那这么严重 当然现在的仪式呢 在现在社会已经看不到了 其实 好取而代之的是 双方各执一份的合约 那以上呢 说的是政治上的盟约 还有情人之间也有盟约哦 你知道像海事山盟这个成语 一开始呢 其实不是这样写的 他是说合是山盟 传说中汉高祖刘邦 还没有入咸阳城以前 曾经发誓说 史河如带 泰山若历 国以永宁 原籍苗艺 他保证说 在平定天下以后呢 对有功的军官 加以封赏 发了一个誓 就说 直到黄河干河 跟丝带一样的狭窄 而泰山崩塌 剩下跟历史一样的小 你们的官决才会变动 那可能哦 已经是几千几万年以后的事情了 人都做过了 也没有关系了 所以呢 意思就是说 安啦安啦 绝对不会动到你们的官 这个就是汉高祖队 功臣许下的诺言 保证呢 他们现在授封的土地跟官位 可以世代相传 所以呢 唐代司马征就写 刘邦就这样写 起沛与入寝 平谋仗计 继勋书绝 河蒙山势 就是描述这一段 以黄河跟泰山为比喻的誓言 那后来呢 海事山蒙这一句成语 就从这一段故事演变出来了 那这个其中的河呢 就被改为海 那还有同样比喻 蒙约跟山海一样的坚定 后来就发现呢 情语之间呢 好像也很适合用这句话 所以呢就被拿去用了 那看到这里呢 感觉结盟不但是很 很有意气而且呢 还是很浪漫的一件事情 场景呢如果转换到我们现代 感觉就不太一样了 前面我们说到 国与国之间常常结成各种的联盟 以确保经济的利益 各位亲爱的朋友 你知道现在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是哪一个联盟吗 这个联盟呢 目前已经有28个国家加入 并且还发行了统一的货币 其实呢就是我们之前在 自圆其说单元简单介绍过的欧盟 那当然也有国家是打死不加入欧盟 像是瑞士跟挪威 他们的贸易体系是自成一家的 我们有机会再来瞧瞧 里面有什么好玩的地方 再跟大家分享 先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自由联想 敏布的字都跟容器有关 接着自圆其说带来 敏持智慧的故事 别走开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